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是2021年4月2日星期五 今天是Good Friday 今天是复活节 在这首先祝大家有一个平安喜乐的复活节假期 因为是节日 所以今天咱们就不说新闻时事了 咱们做一个文化漫谈 继续我们的达观众系列 今天的题目是 当年的辛丑条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到底是八国蓄意侵略 还是中国自己主动找抽呢 这就是有观众提给我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就这个问题咱们好好的漫谈一下 先说说这件事的起因 1899年的戊戌变法 当时的维新派是得到了各国的支持 你像后来康有为等人都纷纷逃往国外 在这背后都有 各国在暗中帮忙 到了12月 慈禧那就下定了决心 决心以光绪帝 顾姬在宫 坚于弹域为由 这什么个理由呢 说光绪帝呢有长期的慢性病身体不好 而且实在是生不出孩子来 以这个为理由决定 废光绪帝 改立端郡王载姨之子 浦郡为大阿哥 并召会了各国在京的使臣 结果各国使臣的态度呢 一致 军不以理睬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他们还认光绪是中国的皇帝 慈禧对此感到非常的恼火 因为这件事呢涉及到清帝国未来的朝政 慈禧镇压了戊须变法嘛 到现在 已经是骑虎难下了 可现在各国呢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出来干涉 那等于废光绪这件事你就办不成 于是慈禧和各国之间就变成了敌我矛盾 这个仇是这么结下的 就在这个时候天津河北山东等地的义和团就已经闹得很 不像话 当时杀了大量的外国人 后来有历史记载 说当时被杀的已经有241名外国人 其中天主教传教士有53人 新教的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 其中儿童有53人 杀人家全家 另外呢还有超过2万多名的中国基督徒 其中的天主教有18000多人 新教有5000多人被杀 所有的这些情况都汇集到了在北京的各国的公使馆 那各国那就不断的找中国政府求助来抗议 当然同时也不断的发出各种各样的警告 但慈禧呢这时候就打定了主意 那事你不是不买我的账吗 那这事我也不管你们的事 其实呢 慈禧已经派刑部上书赵书窍 大学士刚毅 前往保定卓州一带 去解散那里的义和团 但是那刚毅突然跑回来向慈禧奏称 说义和团刀枪不入啊 我这是亲眼看见的 那帮人有法术 这时候载仪呢就怂恿慈禧 可以借义和团来跟这帮洋人来跟他们干 可以排外 慈禧这时正和洋人有仇 当时就点头答应 于是呢义和团就打着 扶清灭洋的旗号 浩浩荡荡 开进了北京城 人数很快就超过了20万人 据统计 从1900年3月到5月底 各国向中国政府累计交涉超过了100次 其中有的国家正式给中国发来了国书 可以说是小之以情动之以理 而且都警告说 像目前这样的屠杀行为 那可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 是会导致严重后果的 是会引发战争的 但是清政府置之不理 到了6月初 北京的情况已经开始失控 北京东郊民向外国领事馆接连告急 各国公使认为清政府现在已经无法控制局势了 就决定直接 出兵平乱 清政府那也被迫允许当时的英俄法美 一日德澳八国就派了水兵和陆战队 总数加起来400人 从天津乘火车 先后到达了北京 进驻了东郊民向 到6月10号 慈禧就任命了载仪 掌管总理衙门 同日 义和团就破坏了北京城内所有的电线根 导致城内和外界的电报通讯中断 并开始围攻各国驻京的使馆 这眼看是要出大事 这时候的吏部侍郎徐景成 兵部尚书徐用仪 护部尚书立山 内阁大学士连员等五大臣 力劝慈禧不要听信那些邪术 千万不能围攻公使馆 更不能主动对外宣战 结果这时呢 光绪皇帝也一再坚决反对围攻使馆 反对对外开战 结果呢 光绪这一插嘴 你要像那五大臣说什么 这就罢了 光绪一插嘴反倒起了反作用 慈禧一看 我这正要废你呢 结果你还拉起一派人来跟我作对 你还依仗的洋人给洋人说话 那你们都是一伙了呀 那我更要干到底了 反而还拱了火了 1900年6月20号这天 最终的那个导火索被点燃 这一天的上午 德国公使克林德 从东郊民巷 前往总理衙门来进行交涉 结果行至西总部胡同西口 也就是今天在北京长安街旁边那个 外交部街走到那的时候 被神机营的军官名字叫恩海 当街打死 公然杀死外国使节 整个事情的这个性质 到这就彻底改变 但是到这时候 各国还是保持了 最大的克制 转天6月21号 慈禧呢就收到了载仪 所转递的一份 外国公使 集体联名 要求他归正于光绪帝 废大阿哥 并且允许阳兵入京保护使馆的 这么一份 赵会 这时已经失去理智的慈禧 立刻在秦政殿就开了一个大型的会议 搞了个大朝会 当时被囚禁的光绪帝以及很多的汉族大臣 也一同参与 在会议上 光绪帝仍然是反对开战 太常四清原厂更是指出 说那个所谓的外国集体 召会那是个假的 那就是载仪他伪造的 然后是声泪俱下苦见慈禧 不要再一意孤行 否则国家会有他天大祸 事后证明那份所谓的集体召会 确实是一个军机处的张经 名字叫莲文冲 他给伪造的 当然是受那个载仪的指使他进行伪造 各国在当时确实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 但此刻慈禧看到光绪你竟然站在和洋人站在一个立场上来反对我 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 他随即就发布了那个开战的上誉 因为他是太后他不能发诏书 他能发上誉 他发了这么一个上誉 然后就以光绪的名义 通告全国和国际社会 向列强11国发布了 宣战诏书 有好多朋友一直疑问为什么是11国 因为当时在北京设立公使馆的 就是这11个国家 当时老太太认为就这11国 所以这份宣战诏书 就是在北京开设公使馆的11国冲他们去的 这份诏书的原版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现在是有这个原件 等于到此为止 我们这些后人呢我们站在一个第三方的角度上来看 你说这11国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他们招谁惹谁了 大批的本国公民被屠杀 他们一直坚持走外交途径来进行交涉 但是中国政府纵容不管 最后使馆被围攻 甚至大使被当街打死 直到这时候各国还保持着巨大的克制 直到发布了这个 宣战的诏书 如果大家呢换位思考 咱们假设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别的国家 中国呢是那11国之一 那此刻 作为中国政府你会怎么做呢 那会不会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呢 宣战诏书发布之后 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是大惊失色 李鸿章立刻给朝廷发报 苦劝慈禧收回成命 并且他就做主对外宣布 说慈禧是被义和团所挟持 那个宣战诏书是矫诏是乱命 他本人是绝不奉照 但他这么说 此刻清政府已经和洋人 进入到了那种 战争的状态 因为对臣民来说 看到了这个诏书 这就是宣战 于是多省就发生了公然大肆 屠杀洋人 屠杀教民的事件 李鸿章等人的苦劝终于是让慈禧老太太冷静了下来 最终 他并没有正式将这个宣战诏书 递交给各国的公使 这可是个重要的标志 但这时联军 冰封已经直指大孤口了 慈禧是赶快下令清军停止进攻各国的使馆 当时就不是义和团了 而是清朝的军队在进攻各国的使馆 赶快停止 并且致电 中国各驻外的使节 立刻向这十一国来做出解释 在给各国的照会中现在这个呢也存着呢 这慈禧呢是言辞懇切 其中几句呢是这么说的 说中国既不自量 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信 亦何至是乱民而与各国开信 此意当为各国所申量 这句话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 中国即使再自不量力 又怎么至于和各国同时开战呢 又怎么会试那些仰仗那些乱民来和各国同时开战呢 所以这事呢 不是我们的本意 这个想法呢希望各国身家体量 我们不是真这么想的 到这时候他想挽回这件事 但这一切呢都太晚 一个多月以后也就是1900年的8月14号 两万八国联军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攻破了北京城 超过敌军八倍的政府军是一触即溃 二十多万喊着爱国刀枪不入的义和团 这时候早撒丫子没害了 像后来的史料说 说德国的那四千兵 是在他国攻下了北京城后才姗姗来迟的 等于其他七国的那一万六千人 当然最主力的 就是后来一会咱们说到谁分钱分的最多 那就是打的最猛的 一会再给大家讲 德国人还来晚了 当时七国的一万六千人从天津登陆到占领北京 仅仅就用了十天的时间 咱们看网上现在存在的那些老照片 当时跟着跑前跑后 忙着之前帮忙的 都是留着辫子的中国人 你看那个数量那比八国联军要多得多 这件事呢就算是行了啊 到此整个事件的过程 基本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下边呢我们就说说 这件事的结尾 那就是 辛丑条约 首先说说条约的名字 辛丑条约的正式名称是 中国与十一国 关于赔偿1900年动乱的最后协定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条约 而是一个议定书 这里边的差别是 如果两国之间正式签订一个条约 你想在国外人家要送给自己的议会来审议 最后由自己的国王或者是总理 甭管是最高领导人吧 来正式签署 那是一个非常正式的法律程序 而这次呢仅仅是一个协定一个议定书 也就是呢就现在我们这帮人啊大家哥几个呢一块商量 看这事最后怎么了 咱们大家商量定了 这事就这么着了 这就不用麻烦自己本国政府那么正式 所以说呢 你要说他是辛丑条约这件事是不准确的 他仅仅就是一个议定书而已 那为什么会起这么一个名称呢 当时李鸿章呢就和八国联军谈判 为了保住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当时打跑了嘛 还在西安那和光绪皇帝两人在那忍着呢 当时呢为了保住这老太太 就将义和团屠杀教士屠杀教民 围攻使馆给称为是动乱 而当时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被义和团所挟持 所以那个宣战诏书那是个矫诏那是乱命那不是真的 而你们八国联军进京那是帮助我们大清来平定叛乱 而这么一来呢大清和八国联军我们就不是交战国 既然不是交战国那签订的所谓的这个条约就是议定书 而不是正式的条约了 所以这就不存在像什么割地等等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这份议定书就和其他的那些丧权辱国的侵略条约不同 这次呢等于是大家前来帮我们政府来评乱 那这个作为这次作乱的主要负责人中国政府我们要向受害者来进行赔偿 所以说这个条约的性质是这么给定的 那咱们就说说这份评乱协定书的主要的内容 主要就是12条 那大家听听到底里边都说了些什么 这里边说的呢他到底有没有道理 大家呢也给打打分大家也给打打勾 咱们开始 第一条 中国派纯亲王载封赴德国 向德国皇帝就德国大使被杀一事道歉 另外呢在德国大使遇害处要建一个纪念碑来进行纪念 应该说这件事为什么放在第一条 这就是八国联军攻击中国的最主要的原因 那这条大家认为应该吗 我个人认为这条是非常应该 说第2条 鼓励煽动义和团的大臣要遭受处罚 你像挑逝的那两个宗室那个载仪和载兰 原来呢被定为是斩杀 但是那个载仪呢可能是铁帽子啊他不能死 所以呢就改为流放新疆 其他10个主要的官员被处死和撤职 这里边呢还有个老熟人 那就是大宅门电视剧里边提到的那个庄亲王宰勋 他后来呢义和团进京之后他就成了义和团的总团长 他负责来忙活这件事 结果他被责令自尽 另外呢还有山西巡抚等人 这个山西巡抚他带头杀那些 到中国来做好事的那些传教士 包括很多的女人和孩子 有很多的传教士人家帮着中国人治病等等 活人无数 结果通过这次义和团运动都让他们给杀了 像山西巡抚这些人 即行政法 当时把他们处决 这说的是惩处 另外呢还有褒奖 对那些一直向慈禧觐见的武大臣恢复他们的名誉和官职 予以表彰 同时对发生过屠杀外国人的城市 停止官员考试 五年 因为在那个时候呢经过戊戌变法那个科举制 已经被废了 当时搞了一个新的对文官和武官的考试的 就算是公务员考试吧 有这么一套制度 结果发生过这些屠杀外国人的这些地方 你们这些地方有问题啊不厚道这样的停止五年 所有的这个就是这个惩处和褒奖 做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处理 那大家认为这件事应该 我认为是应该 说到第三条中国派大臣赴日本 就日本使馆官员被杀仪式来进行道歉 这条应该吗 当然也是应该 第四条 在暴乱期间 被损毁和亵渎的外国人的坟墓 由各国使馆 重新恢复 被中国呢为北京附近的每处坟墓付款 一万两银子 为外省的每处坟墓付 五千两银子 等于当时闹起来的时候把人家坟墓还给跑了 那现在呢人家要进行修复那你说这条应该吗 我认为应该 第五条 中国禁止进口军火两年 中国当时的每年进口大量的军火 但是从大沽口一直到北京加起来军队近30万人 被人家两万人如此轻松的打到北京 说到当时清军自从洋务运动以后手里拿的也是洋枪洋炮 那都不行你说你进口这些军火有什么用 这不是纯属是浪费老百姓的民纸民糕吗 所以这条呢 我也不说对我也不说不对这条呢我无语我无话可说 说到第六条呢中国共赔付各国赔偿金 4亿5000万两白银 分39年付清 每年的利息为4厘 由中国的关税和盐税来偿付 我想这条那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 对所谓的辛丑条约仅有的一个记忆 当时各国的要求是 这次的暴乱 中国老百姓你也负有极大的责任 说到你慈禧老太太啊你犯病你糊涂或者被人绑架了 那你说那么多的义和团全国整个北方 那么多地方杀人家外国传教士老百姓也有责任 为了对中国人民进行惩罚一个人赔一两银子 当时一两银子是可以买100斤百米的 可见当时的这个代价有多么的惨重 各国认为这是罚款 他们认为呢这就是在西方你像遇到犯事也一样 你喘个红绿灯我就罚你比如说100美金或者是200美金等等等等 有套逃税的等等这种情况 我罚你个倾家荡产 那个罚款是非常高昂的 他们的意思我就是要罚的你让你终身铭记以后再不敢犯 他是这个逻辑 而且当时呢他们计算了中国的关税和严税 他们认为 在并不严重伤害老百姓的情况下中国你是付得起的 但是这一条呢我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这个钱实在是太多了 这就等于把洋务运动当时挣的那点钱30年的洋务运动 等于这下全掏空 等于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就全白干 说到第七条 北京的大使馆区内中国人不得居住 各国可以派兵保护 因为之前呢发生了围攻人家使馆的事 所以这一条呢我不置可否 我无话可说 第八条 大孤炮台以及北京到天津之间的炮台一律拆毁 这条什么意思呢 就是为了以后来着方便 以此来震慑中方以后就不要再闹事了 哪天我是熟门熟路哪天我顺着这条路我还回来 当然我认为呢反正这些东西留着也没什么用 原来不拆毁能怎么着啊 让人两万人十天功夫溜达的都打到北京去了 所以说留着也没什么用 这一条呢我也是不置可否 或无话可说 说到第九条 外国可以在北京到山海关之间 驻抓军队 是可以 他并没有明确的要求 说到这一条呢 后来事实上并没有发生 但我认为这条东西写在这个议定书里 是不能接受的 这一条实在是太过分了 外国驻军 说到第10条 中国对将来一切排外抗外的行为要予以惩罚 我认为这条没毛病 你作为政府必须保护外国人的安全 换位思考中国人在国外也是一样 所以说这一条我是认同的 说到第11条 中国呢要改善水道 河道江道要改善这个 以改善对外贸易 我想这一条呢纯属是搭便车和整个的事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这可是个好事 第12条的中国设立外务部作为对外的政府 部门 你像以前各国公司馆 都得跑到你那个总理衙门去交涉 这个太不方便你能不能成立一个专门的外交部门 以处理外事的事业 我认为这一条非常的应该 说到整个评乱议定书12条里边 我数数我的答案 我认同7条 5与3条 反对 2条 我反对的这两条就是这我认为赔款是应该的 但是那个数字太过高啊 我的看法是 你像当时闹义和团确实对那些传教士各方面 造成那种屠杀造成致命伤害的 当时闹义和团的就是北方的四五个省 你数他们的人头就完了吗 他们是1亿人啊或者是有8000万7000万 你照这个罚就完了吧 你不能罚全体中国人民 你像人家南方的 人家广西云南的人家招谁惹谁的 人家没参与这件事 所以这件事呢我认为罚的太多 另外呢外国驻军尽管这件事后来没有成真 但这一条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 我不知道各位您的那个打分如何怎样 在留言里边啊这12条您给多少分您也说一下啊 最后呢我们说是这件事的尾声 慈禧一口气向11国宣战但最终来了8国 那还差三国呢 这三国是谁呢 这三国的分别是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 尽管这三国没有派兵但他们的使馆也受到了攻击也遭到了损失 所以最后呢也都跟着分了不少银子 那在这里边谁银子分的最多呢 刚才说了主要是七国因为德国人后来来晚了 在这七国1.6万人里边谁最卖力气呢 那你就看谁分的最多 谁分的最多呢 那就是很多现在小粉红的那个俄爹 他们是最卖力气的 他们分了总额的28.79% 4.5亿两白银 将近30% 你算算大概有多少银子啊 小粉红们自己算 其次呢就是德国法国和英国都是百分之十几 美国和日本差不多都是百分之七点几 1901年这事签约 到了1904年美国就开始讨论减免这个赔款 要开始资助留学生 到了1905年美国的国务卿叫海约翰 当时呢就提出 美国收的这个庚子赔款 太多了 他提出了第1次提出了这么一个说法 1908年美国的国会正式通过了退还庚子赔款 总统罗斯福 那时候是西奥多罗斯福立刻就签字 这事就 执行了 这是美国的第1次 退款 1924年 美国又宣布第2次退还庚子赔款 他们把这事彻底给了了 包括在这期间想什么建学校建医院 留学生的这一系列的故事 反正中国人也不爱听 听了也记不住 在这呢我也就不给大家重复了 另外呢英国法国也都跟随美国做了一些退款 并安排留学生出国 说到那个比利时 他得到的 赔款 并不是很多 但他们重修了北洋大学被烧毁的那个 主楼 这就是后来天津大学 主要的那一部分 至于德国和奥地利 因为一战的中国是战胜国 所有当时的赔款 立刻就停止 很多人的那个俄爹 那看着美国等国都在退款吧 那他不做点什么实在也是不合适 最后他搞了个什么呢 他老搞了一个赔款 缓付 五年 我暂缓你五年 但你钱还是得给啊 退款更是没门 说到那时候中国已经是一战的战胜国了 所以我现在实在是搞不明白那些舔俄罗斯的那些人 你们到底是什么变的呀 说到这里边最狠的那就是日本 他们当然也跟着资助了很多中国的学生 但是银子你是必须得给 直到日本全面侵华 当时的国民政府还在按期支付呢 以示自己有信用 所以最后日本的赔款支付率达到了99点几 就差一丁点没有给了 基本他拿了个全款 漫谈到最后我们说说收视残局 擦屁股的那个 李鸿章吧 1901年7月起 重病之中已经77岁的李鸿章就几乎就失明了 眼睛已经基本看不见什么东西 他当时强撑着就达成了上面的那个平乱协定 他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最后签字的时候 李鸿章把自己的名字的笔画给挤在了一起 组成了一个素的模样 严肃的素 外人的一时很难分辨这是李鸿章的名字 当然这里边有一点联系 因为李鸿章的爵位是一等素一搏 他里边是有这个素字的 当然后来呢很多人都讲 说李鸿章的当时把字给签成这样 那也是没脸见人 但问题是这个脸是他给丢的吗 签字之后不久 李鸿章就大量的口吐鲜血 这人就不行了 医生诊断是胃血管破裂 他给慈禧太后上的奏折是这么写的 陈等服查近数十年内 没有一次够信 必多一次吃亏 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 创身痛惧 渤海惊心 这句话的意思是 老陈我反省这数十年来 每当有一次闹事挑衅就必多一次吃亏 特别是去年就说的是庚子之变 闹得尤其是荒唐 这个创身痛惧 痛彻心扉 感到非常的惊心 每多一次挑衅闹事必多一次吃亏 不知道今天 还有人给习近平上这样的折子吗 等到了最后的垂危之际 李鸿章的最后一道奏折只有八个字 外修和好 内途富强 然后老头就穿上了兽衣 闭目等死 当然习近平和慈禧一样都是小学文化他就更不懂这八个字的意思 外修和好 内途富强 他懂吗 所谓的这个辛丑条约在签订两个月以后 李鸿章就去世了 庆亲王一匡就将李鸿章的这道最后的奏折 成给了还在返京途中的慈禧 当时正从逃难的西安 返还北京 并且告知了慈禧李鸿章的 死讯 听到这个消息的慈禧立刻就哭了 等看完奏折那更是气不成声 当时一边哭一边喃喃自语 说 大局未定 堂有不测 再没有人 分担了 到了今天两个甲子过去了 看这个国家 上面还是那个慈禧 下面 还是无数的脑残 可巧了 中间也有一个脸色憔悴的 李中堂 120年过去了 在这个国家的骨子里竟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说来这也真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这确实 是一个 传奇 叹息声中 结束我们今天的漫谈吧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